二壘圈的打擊機會 考驗他41級的功力 連續兩個變化球 這時候要發動雙盜壘 結果二壘這邊被抓到了 宋承睿到了三壘沒問題 但是吳明洪這邊抓到了一壘王 二壘到的王威誠 那這邊中信是立刻要提出挑戰 因為滿重要的出局數 沒想到在剛剛那個狀況下 來打雙盜壘的戰術 再看一下黃泉的出手 周文明洪快速有幾身 傳向二壘了 搖底手竟然做補位 位置來看的話 是一個有利於去做觸殺的 曾子佑的手套有沒有先碰到王威誠 還是王威誠的右腳 先一步的滑上去 要看第一時間接觸膝蓋這個點 好像有閃過喔 有沒有完成第二個處理處 對接下來的戰況發展 當然是會產生滿大的變化 所以現在必須要用更大的 倍數來看一下 手套邊到底有沒有插到 王威誠的球褲喔 就是在膝蓋這個位置 我已經瞪大眼睛看 但還是無法看得很清楚 這邊如果就有碰到的話 會不會延遲原判 但如果是閃過去的話 那當然應該就會改判 就是那個第一個瞬間喔 對 相當關鍵的一次攻防喔 八局下半 中信大膽的雙道壘戰術 這時候可以聽到現場的中信球迷 已經開始在鼓噪 膝蓋這邊 對 似乎是有通過 但手套的線 這個這個九州真的不好判 還是只能夠把難題都給現場的裁判們 嗯 我這個時候 平野輝教練的想法喔 是比較雞吃喔 真的蠻大膽的 看一下啊 比出了安全上癮的手勢 中信挑戰成功 完成了雙道壘 在這個時候 洪總是比出了四的手勢喔 要直接讓許姬洪上一壘 八局下半 現在中信還是沒有任何的安打出現喔 攻佔滿壘 會不會直接把集團壓上來喔 打擊要輪到曾宋恩了 所以左手黃學的任務 到這邊是告一段落 用了十五顆球 沒有被打安打 但有兩次的最後一球保送喔 現在要留下滿壘的局面 給隊友來負責